6月7日第38届荷花节新闻发布会在洛杉矶举行 洛杉矶公园和娱乐部与洛杉矶荷花节公司主办的第38届荷花节非常荣幸地宣布 今年荷花节将隆重展示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领事王景出席发布会 洛杉矶荷花节起源于1972年 是洛杉矶最大的亚洲和太平洋岛民的情绪活动 每年迎来超过12万民众的参与 荷花对于亚洲文化来说是重生 纯洁和生命的象征 这个节日每年于7月举行正是荷花盛开的时期 第38届荷花节将于2018年7月14日星期六和7月15日星期日中午12点到晚上9点 在洛杉矶城市中心的Echo Park举行 在这里可以欣赏到自然湖景与洛杉矶高楼的景色 同时还可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艺术 发布会上洛杉矶公园和娱乐部的荷花节主任Laura Island 洛杉矶第13区市议员Mitch O'Farrell 洛杉矶第4区市议员David Reuel 洛杉矶一区区长Hugo Ortiz 洛杉矶公园和娱乐部委员会主席Sylvia Patsaros 洛杉矶公园和娱乐部总监Michael Esau 以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领事王景分别致辞 那么我们今年也是非常的高兴啊 也特别的荣幸今年的荷花节呢 是以中国为主兵国这么一个节日 荷花节呢已经创办于1972年 应该是说在这里呢成为了洛杉矶地区 一个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影响的这个一个文化活动 它的目的呢就是来庆祝来展示 我们这个亚太地区的人民和他的文化 那么通过这个呢是来促进相互各民族各族裔之间的相互和了解和友谊 那以此来的增进呢洛杉矶这么一个这个魅力 城市的这么一个活力和它的魅力 在这里呢我们会举办一些的这个演出展示 还有一些工艺品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展示 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这个组织团队 还有我们的Chinese Community来组织这场活动 特别是我们的英龙传媒 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艺术家们串在一起 出办的这个是丰富多彩的演出活动 那么在这里呢也预祝这么一场活动 这个盛大的38届和华局取得圆满成功 和华节当天的演出团体中华国乐团的代表也出席了发布会 并表演了两首经典曲目 喜洋洋和太湖美 环球东风记者洛杉矶报道 谢谢大家